各位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课程 叫做巨量资料 成Table 这个主题其实我很喜欢 我还是强烈的推荐一下 如果能使用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如果在视觉化的部分 可能还是以这一套Table为主 而且比较倾向建议各位 是使用英文的界面 因为英文的界面 它会比较清楚地表达那个语意 例如说复制有Dupert K Copy 很多种不同的词 当你看到都是Copy的时候 您不晓得那个Copy代表的 真正的复制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建议还是我们从英文版来下手 我就把我这大概三年的时间 使用巨量资料 我所用的巨量资料 可能会比你们大非常多倍 因为我的研究都是以人类晶体计划为主 而且我的研究是以RMA那一段 来当作是我的研究的原料 所以这个资料直接倒进去 就是例如说40GB的资料 而且只有一个sample 我会希望说把我这两三年使用Table的一个心得 跟各位来去做一个分享 如果说您要今天课程的一些相关的范例讲义 你可以到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其实我把这大概四五年的所有的授课的教学内容全部都放在这边 大概光Table从9.200、9.300 甚至到10.0、10.3、10.3.1 现在这个版本我还是停留在10.3.1 因为我觉得10.300它就多了一些新的功能 可能都可以在网路上找到这些相关的素材 我们今天的课程是着重在Table10的一个初阶应用 既然是初阶 我就会觉得说一步一脚印 让我们直接看到 例如说资料分析 怎么样去做一些视觉化的部分 初学者的一个立场来去思考 怎么样进入到这个视觉化的领域 我先说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欢迎各位 有空的时候可以询问问题 除了感谢信 我大概每两天都会收到来自 尤其不是台湾的 都在大陆或是国外的感谢信 感谢我教什么Table 感谢我教一些电脑的使用 但除了感谢以外 我会希望说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例如说你在使用上面 有发现一些问题 都欢迎你写信来询问 当你写信的时候呢 你可能还是要给我一些 去识别化的资料 不然您在表达 您觉得很清楚 可是我听起来或看起来 可能没办法很快的掌握到 您要问的问题 所以可能您去识别化之后 给我几笔的资料 让我了解说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目前在国立阳明大学 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我也希望借由一个 我是资工背景的人 然后可以跟生物专家医生 互相结合 我们期待有一天呢 能够对于人类的癌症 这个两百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呢 有一点点的贡献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我放弃了一个很优渥 薪水收入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这边有我的脸书 还有YouTube的QR Code 如果你扫描就可以直接加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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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